美国外委会主席麦卡尔打脸韩国瑜怒斥习近平 习民泽真容罕见遭曝光 川普封口废案今天进入审判 专家表示川普捐款远超拜登 美国AI破解习近平攻台 微软800工程师撤离中国 我不急您先上 中国民众促请官员先上战场先买楼房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三 节目开始之前 也请大家别忘记先点赞订阅 尤其是别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节目发布的时间了 好 接下来请您观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卡尔率团访问台湾的同时 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在今天29号 率领跨党派议员访台 而在中共还台军演以后 美国做出了评估并且在日本有了最新的部署 与此同时中共军中出现了反习口号 台湾外交部指出 访问团成员达克沃斯 还有苏利文以及昆斯等等人 是台湾在美国国会的坚定友人 这几位参议员多次在国会投票力挺友台议案 赖清德总统是在今天29号接见了达克沃斯访团 这也是他上任以来会见的第一个 来自美国联邦参议院的访问团 达克沃斯表示 美国有责任站出来支持台湾等等朋友 他表示会加入苏利文所提出的 与台湾同一阵线法案 而这个法案是为了增进阻贺能力 让北京了解任何军事侵略都将引起包括经济 金融以及能源的重大制裁 日前韩国瑜是在立法院强行的通过了三毒的亲共法案 这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大抗议 而正在台湾的美国众院外委会主席迈克尔 日前在立法院的时候 当着韩国瑜的面叫板习近平 网友发了视频显示 迈克尔在讲话中对习近平喊话 我们可以看到人民能够上街 进行和平抗议 不用担心会遭到报复 我们看到台湾是一座民主的灯塔 人民的反抗就是民主力量的展现 在香港 在天门都有非常多的案例 我们面对了共同的敌人 所以民主党 共和党 民进党 国民党 都有责任保卫台湾的民主 视频中显示 当迈克尔说出这番话的同时 站在他旁边的韩国瑜听到以后 手足无措 表情非常的尴尬 有网友说 我的感觉是迈克尔在骂韩国瑜 就是指桑骂槐 还有的网友讽刺 这画面真是太绝了 韩国瑜是英文不好听不懂 网友山发了贴文说 立法院里的中共代理人 韩国瑜 傅昆奇等等 你们先不要太高兴 不要以为你们成功的旅行了 中共交给你们的任务 祸害台湾 我们走着瞧 看是你们笑到最后 还是台湾人民笑到最后 就在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同时访台之际 台湾报告说 共军两个小时就出动了28架次的战机绕台 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法罗将军 在今天29日也告诉日经亚洲 印太司令部对中共的演习进行了监控和分析 他说美国注意到了中共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 看起来像是入侵的语言 因此美国日本及其伙伴必须要团结一致 加强阻吓中共 帕波罗还强调 美国政府要求我根据台湾关系法 在今天明天下个月和明年都做好准备 一旦爆发冲突 他相信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必将获胜 帕波罗还提到 美日同盟是地球上最为重要的联盟 日本将会在2025年的3月底前 在自卫队成立联合作战司令部 作为与美军合作的协调机构 现在紧迫的就是要加快两国的联合行动 日记新闻在昨天28日还报道说 美国太空部队印太司令马斯·利塔尔准将也表示 美国太空部队正在与日本政府密切合作 将会在日本设立一个分部 马斯·塔利尔说 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 最近举行了名为历任的军事演习 就是模拟了日本太空部队在联合部队当中 所提到的非常有力的作用 马斯·塔利尔说到 中共专门为了防止美国介入南海、东海 并且在第二岛链内真正投射力量 而量身定做了杀伤链 所谓的杀伤链就是指中共军方发现 锁定、跟踪、攻击和评估目标等一系列的能力 而美国太空部队在这个地区最为重要的工作 就是了解如何保护美军和盟军免受中共杀伤链的影响 美国前军事情报官员法内尔也指出 中共军队是在借军演测试台湾、美国、甚至日本的底线 他说美国应当加大战备力度 来阻吓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击败中共占领台湾的企图 但是中共真的能够打仗吗 据看中国的报道 中共两天的环台军演的同时 北京的中部战区发现了异常的动向 有消息人士透露 中部战区半夜开始吹冲锋号 部队里流传着一句话 水淹中南海吊打习近平 对此资深媒体人唐俊先生分析 中部战区突然流传反习近平的口号流传 它其实释放出了不寻常的信息 第一个可以看到他在军队内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对习近平不满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现在这段时间 从去年火箭军大案爆发以后到现在 一直都在对军队的内部在进行清洗 大批高级将领以及中层的这些军官可能都受到了波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按说应当是军队内部人人自危的这样一种氛围 他居然却还有这种反习的口号在流传 就足以说明这种反习的情绪已经是非常普遍了 大家可能都互相之间都已经不怎么隐瞒了 说明习近平他在军队的根基和他在军队之中 威信现在面临了一个重大的危机 这个可能跟他的清洗有关 也可能跟这个习近平在政治上的这种倒心立势 可能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重要的信号就是这句话 正好是发生在习近平进行环台军演 其实他折射出来就是整个军队内部 对习近平要在台海发动战争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信心 甚至可以说军队内部有相当多的这些军官啊 这些将领 他们都盼着习近平对台海的战争打输这场战 军队对习近平攻打台湾没有信心 说明一方面呢 可能军队上的一些军事装备察觉还非常大 另一方面就是军心涣散 相当多的这种高级将领 可能都认为现在不应该去对台湾开战 因为他输了以后 有可能就会引发整个中共高层内部的一个权力的坍塌 甚至可能会终结中共 或者说引发习近平失去他的权力 中共军队不满习近平的同时 网上还热传了一张习近平女儿 习明泽成年以后的真容照片 据说是一位叛逃的副厅级国安官员爆料出来的 不过这个照片的真伪我们不能证实 因为背后的资料很少 不过习近平一直是怕自己的女儿的照片曝光 曾经因为习明泽资料泄露 而迫害了牛腾雨等等多人 有网友就说道 被爆料的这张习明泽的照片 与彭丽媛有几分神似 不过也有人说 因为独裁者他自己明白祸国殃民 所以自己的子女都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样的人作恶的时候要想一想 是不是要为自己的子孙积点德 是不是应该有所顾虑 是不是该收敛了 昨天5月28号 川普的辩护律师和纽约检察官就封口废案进行了截变 今天29号进入审判环节 最快今天会有结果 那么最晚的两周内也会有结果 川普会不会定罪呢 各方说法不一 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说 无论如何 川普的捐款会一直的往上升 川普的律师布兰奇28号 在两个多小时里就完成了结案的陈词 而起诉方的史坦格拉斯检察官 则从2点讲到了8点 向陪审团进行了将近6个小时的马拉松截变 使当天的审理时间远远是超过了通常的休庭时间 莫昌法官表示 陪审团今天29号将会返回到法庭 在审议前 法官将向陪审团做出总结 提醒陪审团有哪些相关的证据 并说明与裁决相关的法律知识 而陪审团仅决定是否有罪 一旦定罪呢 量刑将由法官来裁决 川普被控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 每项都可能会导致他高达4年的监禁 而川普是否认一切罪行 目前川普的律师布兰奇 强调了控方的证人科恩在说谎 一是他说 燕星丹尼尔斯公开 跟川普一夜情的最初目的是敲诈勒索 二是 科恩的前律师也作证说 科恩在2018年的时候就告诉过他 封口费是科恩和女燕星来商定的 而川普根本不知道封口费这回事 而检方自己也承认是科恩在说谎 今天 莫昌法官告诉陪审团 他们不需要一致同意就能定川普的罪 那这意味着几个意思 12名陪审员当中 有4名陪审员可以就第一项罪行 伪造记录达成一致意见 有4名陪审员就第二项罪行 税务违规达成一致意见 有4人同意第三项罪行 违反联邦选举法达成一致 那么莫昌仍然会将此作为12名陪审员 一致同意的有罪判决 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评论了这个案子 他说这个法官本来是应该保持中立的 因为这些陪审员 他们才是真正审案子的人 但是法官却让起诉方一直渲染 那个没有人能证实的所谓一夜情的细节 来诱导陪审团去厌恶川普 同时呢 他们也故意不告诉陪审团 那个一夜情本身与本案毫无关系 方伟认为 起诉方的检察官用冗长的6个小时的节便 可能是有意的想搞晕陪审员 让他们误以为有很多的证据 而如果法官故意不告诉陪审员 正确的审判方向 那么他们确实很容易被误导 时评人杰森先生也强调说 婚外情虽然不道德 但是在纽约并不违法 付钱与人签保密协议 在纽约也不违法 但是很多纽约人并不知道 不懂得法律的人很容易被误导 但是方伟也说 不管最后结果川普有没有被判罪 川普的民调都随着诉讼的严峻而升高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给川普捐款 现在川普获得的政治捐款 已经有7600多万美金 而拜登才有5100多万美金 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共入侵台湾 所以正在加快利用AI技术 来应对中共在台海的战争 而在美中关系 因为人工智能和芯片等等 关键技术竞争加剧之际 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也正在计划 将中国的800名工程师迁往其他国家 在全球战事的背景下 芯片生产和AI技术就显得格外重要 比如美国正在准备使用AI技术 来应对中共在台海的战争 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利用人工智能 来对习近平的思路和意图进行分析 了解习近平对军事决策的动态 胡佛战争游戏和危机模拟计划主任施奈德就说道 研究人员正在从多方获取数据 来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的模型 目的是预测中共政府在战争中的行动 而华尔街日报援引内部消息的报道说 微软公司近日也正在决定 将在中国的800名工程师迁出中国 这些工程师可以去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以及欧洲的科技硅谷爱尔兰 全美顶尖科技公司微软将AI以及云计划领域的 工程师迁出中国是备受关注 商业邮报指出 微软的亚太研究以及开发板块 雇佣了大约7000多名工程师 多数是在中国 而目前美国正在一步步的收紧 对中国的出口尖端的芯片技术 面对国际形势的紧迫 提早进行布局 才能有效的占据芯片有利的地位 韩国媒体在今天29日就透露 台积电的总裁魏哲嘉 近日就秘密造访了爱斯莫尔荷兰总部 以及德国工业雷射大厂创普集团 这也反映出台积电是提前在位 2纳米以下先进制程进行布局的能力 而三星公司近期也展开了行动 三星电子会长李在荣 也访问了爱斯莫尔和关键供应商蔡斯 目的都是为了抢夺下一代设备而行动 而在美国对中共芯片制裁之下 中共也正在筹集一笔270多亿美元的 半导体芯片发展基金 希望能够突破美国的制裁 与此同时也使尽招数 让海外华人高管当间谍 把芯片技术偷回中国 据美联社的报道说 昨天5月28日 韩国警方表示 韩国芯片巨头SK海力士 举报了一名中国女性前员工A某 涉嫌向华为公司泄露有关降低芯片不良率的核心技术 A某是在2013年入职海力士的 之后一直在分析芯片不良的部门工作 2020年到2022年在海力士中国分公司担任组长 不料A某是在2022年的6月份返回到韩国以后 就在同一个月立即是跳槽到了华为 而A某在离职前不久 打印了3000多张涉及到核心半导体工序问题解决方案的资料 而海力士是禁止员工使用U牌设备的 而且对打印内容、打印人、文件、还有用途等等信息 都是有详细记录和管理的 A某上个月入境韩国的时候 在机场被韩国警方逮捕 近期的中国大陆流行着 我不急年先的潮流用语 当中包括上战场的议题 器官捐赠的议题 还有房价的问题等等 网友们都表示 必须由专家、政府官员先上 这老百姓绝非是优先的选项 据Newtoken的报道说 有网友在推特上发文说 近日中国网络上就流行着 打仗别找我 我穷并且还有房贷 让有钱人和体制内的官员先上 老百姓这话一出 政府都不住面了 批评说 打仗公务员先上的言论 无疑是对解放军的侮辱 是对国家责任的逃避 还呼吁民众不要转发这些言论 除此之外 还有推友发了贴文显示 日前 中共人体器官捐赠和移植条例正式实施 中共卫健委说 中国的器官捐赠率比较低 因此提出5年内实现 每年度器官捐赠志愿者 登上人数增长超过10% 以及全国每百万人口捐赠率达到8%的这个目标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卫健委就鼓励老百姓踊跃的参与器官捐赠 这个消息一出 老百姓对这个政策一通的骂 很多人去卫健委的官方抖音账号上留言说 鼓励捐赠器官相当的残忍 中国已经出现国家盗取器官的罪行 现在还要把这个罪恶合法化 还有的网友说 人矿的器官只是党和政府暂时寄放在各位身体上的 如果需要大家有义务 自动自愿积极配合政府摘出来还要还给政府 这完全是反人类的论调 这帮家伙就是把中国人都当成了人矿 网友们直呼 请领导干部带头捐赠器官 既然这么光荣 那从卫健委先捐起 公安部门全部参与在说 再在房价议题上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 推友发了消息指出 中国房地产专家表示 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将会面临着严重的供给紧缩 尤其是大城市可能会出现房价上场的情况 因此专家就建议 如果民众有需求的话 近期是出手的好时机 专家的这个说法也引来中国民众的嘲讽 网友们直接 专家的目的其实就是想炒房 根本是政府的发言人 网友们纷纷喊话 专家要以身作则 自己先投入房地产再谈 有网友提醒现在的台湾人 要看清中共的真面目 在中共政府的眼里 人民就是炮灰 人矿和钱矿 那观众朋友 如果您同意 打仗捐器官买房 先让领导先上的 那您就在下面打个一 不同意的呢 您打个二 咱们看看有多少人呢 是赞同这个想法的 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 订阅 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我是小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愈ersche'